今天要来介绍这支CK手表 那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当你收到手表的时候会有哪一些东西 那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会有手表一支 然后原厂礼盒一个 还有一本这个说明书 那我们先带大家来一一的介绍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原厂礼盒 非常的精致 那它的外壳呢是铁的材质 然后下面这个翻开之后呢 下面表盒的部分是塑胶的材质 那像在这个铁盒里面以及外面都有CK的字样 然后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手表一定会有的说明书 那里面也是有各国的版本 那里面可以找到就是中文的版本的部分 那像这个说明书就是让大家收到的时候 可以照着上面操作这支手表的功能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手表本体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细部的部分 它在扣环的上面会有一个CK的logo字样 然后表面的部分呢 这边会有三个钮 那它分别是右上角这个 它是开始或是暂停计时的按钮 然后中间这个呢是螺旋式的龙头 那它就是调整时针分针的功能 然后再来最下面这个呢是计时器归零的按钮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表面的部分 那它表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三眼的功能 就是这三个部分 然后还有日期 日期的话在右下角差不多 就是四点钟的部位 然后三眼的功能呢 介绍一下就是 右边是十分之一秒计时器 然后下面这个是独立秒盘 然后左边这个是三十分钟计时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背面 背面的话呢 一样有CK的字样logo 那像这个三眼功能表 有些人可能不太会操作 那我们待会呢也会为大家介绍 要怎么实际操作三眼手表的功能 那现在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这支表的尺寸规格 那它这支手表的型号呢 在我们的卖场搜寻E900 就可以搜寻得到 那它CK本身的型号是 K7627120 那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尺寸 那表带的部分呢 差不多是 大约25公分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表带的宽度 表带宽度差不多是2公分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壳直径 表壳直径差不多是4.1公分左右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表壳的厚度 从背盖一直到最前面的镜面的话 差不多是1.3公分左右 然后它这支手表的重量差不多是75公克 然后防水的话呢 它有防水30米 那30米的话就是防泼水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材质 那它的机心部分呢 是瑞士机心 然后玻璃镜面是强化耐磨玻璃镜面 然后表壳的部分呢 是不锈钢表壳 然后以及这个针皮的表带 那也是简单介绍一下它的界面 它在4点钟方向有开一个小视窗 这个是日期显示 那它的时间一样是短针是时针 然后长针是分针 然后秒针一样是计时码表的秒针 然后6点钟方向这个才是时间的秒针 那它这一支的计时功能比较特别 它3点钟方向是指1分之1秒 然后9点钟方向是指30分钟制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怎么调整 一样是螺旋式龙头把它转开 转开之后呢 第一段就是调整时间用 调整日期用 然后拉到第二段呢 就是调整时间 调整完之后呢 一样压回去 通常 码表计时功能没有开启的时候 它指针都会是在归零的状态 如果不是在归零的状态 就需要做校正 那现在都有在归零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直接计时 就按上面这个键 看它的秒针开始动了 就是代表计时功能开启了 那秒针跑一圈的话 9点钟方向这个 分钟制就会跑一格 这只手表它就是 最长就只能计时30分钟 但它的精准度比较高 因为它有十分之一秒 那为什么它的 三点钟方向的十分之一秒 没有在动呢 因为十分之一秒是 很精准很精密的 时间计时 所以它是在按暂停的时候 它才会显示 像现在我示范给大家看 如果它跑了像现在 我们等它跑一分钟的时候来按 时间比较好 比较看得清楚 就是你在按下去的时候 它才会跑出十分之几秒 这样 看它现在过了一分钟 九点钟方向的表盘就会动一格 那我现在如果要停止计时的话呢 我一样按右上角 看我按了之后 你看它三点钟方向的十分之一秒就跑了 那这样时间是跑了多久呢 我们就看九点钟方向是动了一格嘛 就是一分 然后七秒 又十分之七秒 它十分之一秒这边跑了七格 所以就是十分之七秒 就是你在按暂停的时候 它的十分之一秒才会跑出来 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看我在按开始 它又开始跑 但是你看它在跑的同时 它十分之一秒的指针并不会动 它是要等到你停止计时的时候 它才会跑出来 那现在时间就是过了一分钟 十九秒 又十分之八秒 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计时的话呢 你就按右下角的键 它就会三个计时的指针 同时归零在十二点钟方向 那如果今天一样秒针跑掉的话呢 要如何校正 这一只手表它能同时校正 秒针跟分针 还有十分之一的秒针 那一样是把龙头转开 转开之后呢 拉到第一段 按上面这个 它可以校正十分之一秒这个部分 按一格它就会动一下 那长按它一样就是会快速 等到快整点的时候 再把它按到十二点钟的方向 那下面这个钮呢 就是调整秒针用 一样是按一格动一下 那长按也是快速动 按超过的话你就再按一次 然后再把龙头拉到第二段 第二段然后再按上面这个 它就是调整三十分钟这个地方 一样是一格一格 然后长按它一样会快速转动 然后按到整点位置 这样三眼就都归在十二点钟方向 这样就完成校正就可以把龙头压回去 这样就完成了 今天介绍了这只CK手表 在我们的卖场商品编号是1900 然后原厂型号是K7627120 那大概讲解了一些手表的调整方式 希望以上的教学有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说对手表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询问 或是有想看其他更多商品介绍影片的话 像我们官网有很多项链 手链 耳环等等商品 如果有想看的介绍影片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拍出大家想看的商品影片哦 那如果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 更了解这只手表的话 也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然后打开小铃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